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我们最近有发现到我们彰化县的各级学校 其实在导户志工方面他们都是没有余裕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阵子特别 召集我们会内来筹措我们大概有20万块的资金 那目前预计可以捐赠到超过250到300件的余裕 给我们彰化县的各级学校 那这个过程的发想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彰化县议员 志化议员他是我们南郭国小的导户志工 所以由他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说学校有这个需求 让我们中文字幕上借由40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 来做这个捐赠的一个仪式 那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彰化县的导户妈妈 在接下来的那个导户的过程中 他不会有那个承受到那个雨淋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意 那也感谢这些导户妈妈志工们 他们对我们这些彰化县学校的支持 那我们在这边老师跟他说一声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温之华议员 来感谢我们中正清商的吴会长 以及所有的会兄会少 感谢他们的付出 也考量到我们整个学校导户志工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我们温之华议员 长期担任导户志工 他也了解到导户志工的辛苦跟需求 所以今天透过我们彰化中正清商的一个力量 来促成此事 那也希望能够借此抛砖引玉 让我们更多社会的善心人士 共同来响应这个公益 我们在雨淋的部分 有考量到蛮多的 现场学校很多都是志工妈妈 所以其实我们的size的部分 挑选的应该是比较中间的 那美感 美感部分我想也是有兼顾到 而且颜色的部分 我们挑选比较鲜艳的黄色 也让那个导户妈妈 那在守护我们小朋友安全的时候 也可以又漂亮 然后又漂亮 然后又有美观 然后又有兼顾到安全的功能这样子 今天也非常有荣幸 能够代表忠孝国小来接受 由我们吴平哲会长所带领的 中正国际青年商会 捐赠我们导户志工的爱心与一的活动 其实长期以来这些导户志工 每天要风吹日晒雨淋 非常的辛苦 为了我们孩子的付出 那么今天在中正国际青年商会的40周年的 这个会庆 刚好明年也是我们中校国小40周年的校庆 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那我这边也代表我们的导户志工们 感谢我们中正青商的爱心 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奉献 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份的温暖 再次的代表学校来谢谢大家 感谢 国际医生 在 国际医生 在 是 未经许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